那當然在0到6歲的兒童 那雖然有一些他太小的沒有辦法用這樣的 一個抗原快篩 可是在小朋友我們也知道就是說能夠做的 當然就是叫隨時注意他身體的情況 有發燒或一些特別我們常在講這些症狀 要特別小心 那另外他的一個也沒有疫苗可以打 那最重要的保護的來源還是從家人 家人不要染疫 那家人要勤洗手戴口罩等等的防護 那另外在有症狀的時候 家裡也可以自己小朋友也可以來做 那大人也可以做 那為了要減輕這個有小朋友的家庭的 一個負擔 所以我們將免費提供0到6歲的幼兒 就以每一個幼兒為單位 他有5劑的家用抗原快篩4劑 那開始的可以領取的時間是6月1號 那我們暫定發到6月30號 那我們對象是2016年1月1號 以後出生者 那每人5劑 那需於6月1號到6月30號間完成領取 那當然有這段時間有這還沒有拿到健保卡的 他拿到健保卡以後就是也就是來領取 那仍然採用原來的方式還是需要分流 避免大家一時之間排隊的人太多也太辛苦 那就是我們還是一樣一三五 星期一三五 是我們的尾數 身分證的尾數的 單號者 那雙號就246 然後週日都可以來領 那領取的地點原來是我們的 將近這5000家4900多家的販售藥局 快在四季實名制健保特約診所及衛生 衛生所 就是本來有的都可以領 所以 都沒有變 所有的你們只差了一個就是 當然你要帶健保卡去 那差別就是不用付費 就是一個免費 那每一張這幼兒0到6歲 105年1月1號以後出生的 那他都可以憑著健保卡去領一份 就是五人劑的一個家用快篩